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呢 因为我想要看车 我之前有开过那个gymney 但是我其实一直很想要看就是Gcar 当初经纪人跟我联络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车 来来来 你站这边 你就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这画面协调吗 你觉得OK吗 我觉得OK啊 后来我想原来是喜欢到户外走走录影 喜欢这个大自然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边也是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没错 那你对这个车你有什么了解没有 我一开始只知道就是它是很高级版的gymney 你讲反了 是gymney 是低配版的Gcar 那话不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是喜欢它的外形 毕竟你今天应该有第一次看到近距离 对 那我一定只有外形而已 这跟我们交男女朋友一样 你不要跟我说你喜欢那个内在 你第一眼一定是先外形的啊 骗下来 他人都跟我喜欢它的内在 那在内在之前呢 就是外在 好那我跟你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Gcar 好 我们今天来先讲这个是2008年 其实有点年纪喔 15年的车子 嗯嗯嗯 然后它的型号是G500 G代表是它的车型 冰式不是有什么Ccar Ecar 对那个CE都代表是它的车型 那后面那一串数字就是代表它引擎排气量 所以以这个年份Gcar大概有G500啊 或者是这个350D啊 后面多一个D就是Diesel 就是柴油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V8的汽油引擎 有5000cc 然后这一代比较特殊啦 这一代刚刚好有改到它的那个变速箱 变速箱它这个之前是五速的 它已经改为七速变速箱了 那七速变速箱讲简单一点啦 我不要讲的太尖色好不好 就变速箱越多越好 这7749速那个是最棒的 没有也没那么多速 对所以这个越多速越好 所以你现在在市场上能看到的G500 大部分都会在08年 08年之后的G500变成5500cc 它有改的引擎 那那个税金以台湾的税制来讲 一年又贵了3万多 所以这个是5万多 一年5万多的税金 现在在台湾一般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税金 大概会是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会觉得插500cc 一年要多加3万多 它觉得功能性是一样 多这500cc 可能它也用不到 然后我带你看一下 这个车有几个精神 你小时候应该有看过 诸如记公园吧 有 诸如记公园里面 有恐龙跳上去 对就是出现这台车 所以这台车 从那时候红到现在 那除了它方方正正的造型以外 它有几个元素 包含前面这个定位灯 这有没有很像小时候爸爸车子的旗感 有 或者是在路上游 这就是可以让你在开车的时候 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车头的位置 那第二个 它的方框圆灯的造型 方形的框树 是不是跟Jimmy概念很像 是Jimmy的概念跟他很像 好不好 你的讲法 你会被跟朋友 跟朋友抱歉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侧面 侧面当然它的轮弧 四个很夸张的突出来的轮弧 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还有非常直的挡风玻璃 其实正常来讲 车子要做越流线越好 但是它就是做成直的 为了突显出它这个方方正正的 像火柴和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你是不是要他讲说 是不是又写Jimmy了 所以Jimmy这块其实也很直 所以其实它不流线 它不是要让你开得很快的车子 好那这台车比较特别 因为它原本的后照镜 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形式 这个是我们的前车主 他回来以后 自己又去把它换成 比较新型的一个后照镜 好那接下来我们往后走 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它的侧踏板 这个就是要方便我们上下车 对其实很好用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最经典 就是它的门 它的门一律都是用按钮式的 而且它的这个卡榫 都是用最机械式 最古老的设计 你看这很简单的造型 有没有 而且它的开关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到那个 机械卡拉卡拉的那种 卡很清脆的这种声音 那这个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不容易坏 绝对不容易坏 现在很多车做什么电动吸门 什么机构太多了 这个你用到不想开 它都不会坏掉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会觉得开这种车 都是一些要像什么巨石强身啊 缝底属啊 那种比较Hardcore 所以这种机械的这种开关门的声音 对车有兴趣的男孩子 其实是一个很悦耳的声音 这个其实有点像是这个 你喜欢去露营一样 某种程度也很像是这个 把生活回归简单嘛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一台车 是一台适合到野外郊外去走走车 最原始的 因为它的科技是没有现在其他车这么多的 很多包装 很多3C产品科技产品都没有 它就是最Hardcore最原始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你看它这个 门把连烤漆都不烤 而且你看它连外面 这个它都不掩饰 嗯嗯嗯 这样很好啊 现在的车不是都会把这个修饰起来 嗯嗯嗯 现在它外面就直接给你看到 这个叫做铰链 就可以直接让你看到 然后再来你往后看 有没有发现这里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排气孔吗 对 它是在侧边 你知道它原本应该 正常车排气孔是在后面 它特地把它做到旁边 就有一种很粗犷的感觉 哦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也是车主驾装 这是可以放下来是不是 对 其实它有几个作用 一个就是防石头嘛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 装饰的含义比较高 嗯嗯嗯嗯 所以没有什么作用 在户外你可以挂东西 哇哎呦 在户外的人 马上就找到它的功用了 对你可以挂东西啊 我是觉得它这个 是装饰感比较强烈啦 挂杯子啦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户外的 很多那个碗啊还是什么 它们都会有一个这样铁 一个把手是挂的 可以挂在这里 真的是有在露营的人 所以你看这样的车 加装了一个这样配件 甚至有些会喜欢在后面做一个楼梯 我们看到 因为上面要放东西 或放车顶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这样装了这个配件 或旁边的刚刚的那个铁窗 看起来是不是整个那个户外感 就很强烈 对 再加上我刚刚讲了 这个G-Car有几个元素 其中一个元素就是这个大备胎 这个大备胎 是很多吉普车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包含其实以前有那种叫 汉马车 我不知道你知道 它其实后面都会做这样的备胎 比较户外的感觉 可是那个备胎真的会用吗 真的可以用的 它这个是个备胎的盖子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盖子取下来以后 你真的如果有轮胎 不小心破掉了或是坏掉了 你都直接可以拆下来去 直接跟完 好 现在我让你鉴定一下这个内装 能不能符合这个户外的用途 它的门是侧开的 正常来讲后面不是这样 这个是我之前的车主 他也喜欢户外活动 所以他做了这个 所以这里面可以装东西 对不对 来来来 常在户外outdoor的人 请问这里面可以做什么 放床单 哈哈哈哈 没有啦可以放那个气垫床 啊气垫床 它除了收纳以外 它应该是把它铺床 要不然你刚刚看我们这个下面 其实有一些洞湖要凸凸的 那顺便把它修饰平整以后 既可以放一些东西 又可以确保它们在车上可以睡觉 然后是平整的 是舒服的 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一个 防东西喷来喷去的一个网子 拉起来有些人会放宠物 对这个其实以前叫做狗王 对它怕狗跑到前面去 对对对对对 哦那这个可以耶 因为我有三只猫 回去交代一下阿文把合约准备好 哈哈哈哈哈哈 到这边你原本是抱着几分的期待来的 本来就是先来看看 所以就是大概10% 20%而已 对 现在加到几%了 五六十 五六十了快及格了 我们再努力一下 我们去看前面的内装好不好 然后再加上等一下出去路上再做一做 我看随便也要把它刷牙一下 我觉得是蛮好的耶 其实这个车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很难很优雅旁律 你要不要试试看看 我们来拍一下这个蓝芳上车 优不优雅 这样 其实我看你爬上去的这个动作还蛮顺的 好那椅子你有没有觉得 你稍微屁股这样弹跳一下 你有觉得它有一个弹性 有耶 因为以前的吉普车 这种车它会越野 所以比较颠 所以它特地呢 在你的椅垫做了这种减震的感觉 让你觉得好像可以帮你吸收一下 你看那个颠的感觉 那其实它的这个门板啊等等 其实都是一些老冰式的一个设计 包含它几个比较冰式的传统 就是它的电动椅的控制开关 都是坐在门上面 那其实大部分现在很多车 都是坐在椅子的侧边 只有冰式维持坐在这个门板上面 那因为这个当初也是六七百万以上的车子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皮革全部都是用真皮 而且这个车一直到现在 它都还兼致是手控制造 所以它一年大概只能产出一万多台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车很保值 这么贵 因为你先要去订 不是马上订 什么下个月交车 没有这种事情 它到现在了不起也卖二十几万辆 全世界而已 那它有另外一个特点啊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玻璃很长 你看门关起来 大概已经快到你胸部了 所以它的视野很好 你人的坐姿很高 你正常我们坐起来 这个应该在你的 对 这边 对应该在更高的地方 但它拉得很低 然后这个方向盘呢 这个也是我们前车主 它去把它换成新型的方向盘 好 旧型的方向盘 这个气囊盖 会再更大一点点 好 那你环顾一下 其实啊这个内装啊 真的没什么好介绍的 你这样看一下 就是有一种老兵式的感觉 再来一个特点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叫做中控台 仪表台啊 很薄很浅 就这么厚而已 一般的车 你如果有去看 那个仪表台是很长的 它前面还可以放很 就是Jimmy啊 对 很深对不对 对 好 它为了就是要让这个里面的 空间大吗 对 然后东西尽量简单 哦 这样很好 它不做太复杂 什么给你很多 手机还可以联网啊 有的没有的 对 它没有制造那么多的东西 我想后座更夸张 你上去做一下 我跟你讲夸张一点 你有发现后座的这个 它的高度 其实在你的腰而已 哦 对 你有没有觉得 它这个玻璃超大块的 有一种要去侏罗纪公园 看恐龙的那种既视感 有一点耶 而且它的按键把手都超矮 这个我也蛮喜欢的 点是什么 你觉得视野很好 对啊 我喜欢这种 那后面空间应该还不错吧 很大 椅子坐起来是OK的吗 OK的 是很舒服的 你刚刚是不是要研究 椅子打倒会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刚刚想说 这边其实就可以睡了 就不用打倒 真的假的 对啊 这样其实就可以睡一个 哦 你说直接这样测 对啊 因为有时候如果是 因为有时候我是一个人去啊 哦 好 看到这里 几分了 七八十分 七八十 欸 已经七八十 我还没开耶 你会不会开了 等下直接开到我店里签约啊 有点想 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我在这一行那么久 我看那么多客人 对不对 我看它的那个眼神跟动作 它是真的有在盘算 对 哈哈哈 是 我们那么多来宾 有的人要来蹭一下 就假装说我想买车 那个都看得出来 哈哈哈 对我是真的想买 这个不是假装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啦 那接下来呢 我跟你讲 就带这个蓝芳出去 上路让你试诚一下 好 这个车一上路不得了 我跟你讲 这种客人我最喜欢 你懂吗 它之前遇到的是渣男 假设啦 哈哈哈 你说君明是渣男 我说假设 我说假设 欸 你不要挖洞 哈哈哈 现在遇到我们这种 纯情的直男 随便的话 中 是前面的太差 不是我们太好 哈哈哈 好 上路试一下 走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包计方向盘 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蓝芳来 我们今天的老司机来带路 今天我来帮你带路下 就是这一台G卡 那这台G卡呢 是蓝芳当初呢 从我们的车单里面挑选 觉得它比较有兴趣的一台车 对对对 你第一眼对它有兴趣的地方 是在哪里 因为我现在很喜欢的是君明的车 对因为露营 你那时候就知道说 Suzuki的这台Givni 就是有一点在仿到冰市局 对但是它就是比较小 比较适合女生开 比较适合市区用 对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看过我那个Givni的影片 有啊 我被很多网友骂 说我讲它很跳啊 然后什么变速箱有声音啊 然后还有什么摇晃啊 隔音不好啊 我在这边我就问你 你要帮我做见证 我觉得你对Givni 你现在你有开过吧 你觉得那个感觉 你自己的体感是什么 我来开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 但是如果现在跟现在这台比起来的话 就的确相对比较晃一点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因为 可能是我常去露营吧 就是Givni的后面放很多很多 露营的东西跟装备 所以相对的它就比较没有那么晃 所以我的车可能只能坐前面两个人 其实Givni后面本来就不适合坐了 我把它压下来放东西这样 所以应该我讲的应该也没有错吧 我讲的没有错 我在找同温层喔 你讲话要小心要注意喔 你讲话也没有错 但是以那个价位来说 是还可以的啦 对对对 说实在的 因为现在车越来越贵 那个价位要买到一台车也是 而且它长得真的很可爱 好那我们现在上高速公路 其实稍微体验一下 你目前坐起来 应该觉得这车比较好沉一点 然后隔音其实蛮好 听不太到外面的声音 因为Givni的声音就真的比较 不太隔音 所以你看这个车子过去 其实声音对我们的影响是小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得到 一点点这个排气管的声烂 它这个是V8的引擎 那它马力自然不用讲 因为它5000cc马力 本来就是蛮大的 扭力也有40多公斤 我记得马力将近300匹马力 这个跟女孩子说可能 对于马力的感受度 可能体感比较不知道说 300是多少 但是讲就是说 其实在一般的跋山涉水 其实这个马力速跟这个扭力速 其实已经是非常够用了 因为像Givni没有办法开的 开太快 对 为什么 因为它要快的话 就是它的加速 你脚已经踩下去了 可是它的那个 要一段时间它才会 反应比较慢一点 对它反应比较慢一点 然后可能它引擎的声音也会更大 对声音比较大一点 如果再快一点车子会 炸掉 对 你要小心说话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 好好的 等一下收回来 对 那现在它这个有一个很特殊 我刚刚有讲 其实G-Card有几个精神很重要 其中一个精神就是 前面有没有看到两个定位灯 所以我们坐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看到两个定位灯 当然这是它的一个精髓所在 就不用擦两个旗子 对就是类似那个功能 所以它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 这两个灯都一直存在 所以你这样会很有安全感 再来第二个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座位是高的 对 高的视野比较好 对 然后再来一个它的A柱很细 所以你整个视野是很好的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称它为这个野外啊 不管是露营啊 或者是做一些去溯溪啊等等 它可以到70公分的水深以下 这个车是不会故障可以过去的 因为我还蛮想买这台车的 真的吗 要开到去溯溪吗 不用到溯溪啦 去露营就可以 然后新款还有增加到一公尺以内的水深 它都可以去涉水 可是问题来了啊 你花700万甚至上千万 你要开去溯溪吗 不行啊 你舍不得吧 对啊 然后它这个V8的隐形声 让对于男孩子来讲 其实听起来是 很比较沉吗 对是会很开心的 因为你知道吗 如果路上我们常看到一些超保 你会喜欢这种比较沉的 对才有开车的感觉啊 所以这给人家就是一种比较Hardcore的感觉 所以我说其实很多全世界啊 我们讲演艺圈就好了 其实有很多的明星 都至少都曾经拥有过 或是他现在正还在开的这个车 因为Jimny我觉得已经相对很可以装了 可是有时候它的空间感还是不太够 我跟你讲我们卖车最喜欢你这种客人 为什么 因为假设你本来是开Jimny 然后你现在来看这台车 随便带你绕两圈都会中 就不管隔音啊 或者是舒适度啊什么 等一下就签约了 它的价钱差一个零 不只差一个零 我们这个现在2008年 我们这台大概卖将近200万 那Jimny大概是80万左右 差不多两台多 也还好啊 两台换一台OK啦 可以啦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另外一个这台车的另外一个精神啊 就是这个握把 就Jimny那个也有啊 对 你知道这是要干嘛的吗 等一下那个硕西的时候 方便做一些特殊的姿势 如果在车上想要比如说这个 擒脚太斜的时候 人怕你会往前嘛 所以你要扶住 是他们在开那种山路还是什么 对或者是爬坡往上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东西支撑 你刚以为我要讲什么是不是 我刚刚想说你要讲床上 你也没有写到这种程度 如果要在车上做的话 你要抓的是旁边这两只 每个地方都可以发挥吧 这个有一点难 哦有点难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通常是 这边还要有一个人 你才会抓这边啊 这没有空间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应付很多地形啊 其实对于这种 有一点像越野车或叫吉普车啊 他们其实有重视一个叫做 入坡的角度跟离开坡的角度 如果你有曾经做过或开过一些比较底盘比较低的车子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时候下行车上说 不能对 会磨到 那个就是所谓的入坡角跟离开坡的角度 所以吉普车他们在追求的是说 他们可以面对这种山路地形 越斜的是越厉害的 那这一台车呢 在越野上面绝对是王者 它的那个爬坡的能力会很强 那当然还有一些更精细的功能 包含了这个轮子它可以去锁定 一般的车子你如果掉到泥巴里面 轮子就会一直在那边空转 你就出不来了 它是会四轮驱动还是怎么样 它是四轮驱动 但是它可以分别锁定 也就是说 假设你其中三个轮子都已经打滑了 你只要给它一个轮子有地方可以支撑 它就可以爬上来 脱困的那个能力是特别的强 好我们现在到市区 那市区因为我们的这个道路品质也没有很好 所以让这个蓝芳试一下 会不会觉得在市区的弹跳 你原本机密这个问你什么样的弹跳 都不叫弹跳了吧 它没有弹跳啊 没有感觉是不是 对 我看你做得很好 还可以翘脚耶 好像很舒服的感觉 而且手都不用去拉着 以前这个车 其实在中东那边有一些石油网 会去投资冰市这间公司 那时候这台车原本 它是为了说 让它回去他们的沙漠地形等等 可以开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如果看电影 电影里面有在沙漠场景 其实会有很多那种石油大网会做的车 就是类似G-Car这种车子 然后后来这个车子它去参加军用 其实欧洲各国的军用要用的吉普车 他们会征选啊 要买哪一家厂牌的吉普车 回来当我们军用的 那其实那个时候 然后宾市的G-Car就是有当作这个军用车 大概有20多个国家 陆续才是我们知道的侏罗纪公园 然后在后面这些在电影场出现 所以这台车原本其实是军事用途 那所以我们坐起来呢 就会有一点因为这个中东石油王嘛 所以其实后座也是高的 所以我们坐这个车 你不觉得一个最舒服的地方 就是那个居高临下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之前开的是比较矮的车 就是那个Toyota那种 一般的轿车 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你是对那个品牌没有安全感 还是对 不是啊 那个时候更晃欸 我那时候开Vios在北二高 快要飞起来了 那会浮啊 不能开太快 但凡风只要大一点你就会摇晃 或者是有一台车比你的速度快 把你刷卡你都觉得你在晃 没有啊 那个就是 它的作用我帮你收啦好不好 哈哈哈哈 因为Vios那个车本来就是市区用的代步车 所以你在速度上面 安全性上面开一下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经济省油 待会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山路好不好 我们来试一下 你觉得这个车会不会允程 那其实你如果坐旁边 或者是自己开 你会觉得摇摇晃晃 坐旁边的话 开山路会 真的会 身体会这样晃 对对对 不过还蛮难得有女孩子会喜欢这个轰隆隆的声音 我蛮喜欢的 但部分会觉得很吵 你喜欢的点是什么 它比较沉 我不喜欢那种 嗯嗯嗯嗯 声音比较高的 对我喜欢比较沉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会有一些比较低速的弯道啊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山路 如果我们常常要上山去 交友踏青露营 就很容易走到这个山路 嗯嗯嗯嗯嗯嗯 我那时候开Jimmy上山路 我是觉得还蛮好开的 可是你不会觉得它随时都处于一种很累的状态 我是说那个引擎的声音 不会让你觉得它很辛苦 会啊 其实有一个差别 就是因为它排气量比较小嘛 力比较低 所以爬到一些坡 你希望它速度快一点 就一直要让它快 对 然后它你会觉得它好像很辛苦 那这就是排气量 排气量越大的车 就要跟它说加油啊 哈哈哈哈 你最好听到吗 其实像现在我们爬这个山 对于这台车来讲啊 我的油门踏板只有踩一点点 哦哦 我那个几乎都要踩快一半吧 你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 你去这个山上露营也好 野营也好 开这一台这个车去 就不想下车了 你会不会觉得说 哇 让你这个活动又更进化了 会啊 会多了很多安全感 没有问题啊 那待会我就这个交代店里面 把这个合约书啊 等等的 汇款的事宜 帮你先准备好 等一下我们回店内 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 哈哈哈哈 我再叫我们阿文带你去领定金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个 接下来要让你试开一下 看看这个车到底 心动是一回事 对不对 如果不敢开 不会开 不懂开也不行啊 你有没有信心 如果这个车 待会让你试驾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信心 因为我开车都会很紧张 对 方向盘会不会觉得太重 这比较好 因为像Jimmy他会 方向盘你会 有时候左转也不见得 他在左边 什么意思 就是他没有那么敏感 他要方盘排 要排比较幅度大一点 才会动 对对对对对 它的油门的反应没有你想象的灵敏 可是 它是属于比较沉稳的 这样蛮好的 对就是比较沉稳的 所以你不用怕踩太多 你可以多踩一点 它就会动 如何 你会觉得不好上手 或者是操作困难 不会 会不会觉得体积很大 好像还好 因为它可能前面有那个定位 哦 定位灯 我就觉得好像 没有想象中 你是不是有带滤镜了 现在 看这台车已经有滤镜 自动的滤镜 美化 没有啊 就觉得没有很难开 没有难开 其实也是要习惯一下 说实在的 那其实你应该会觉得蛮有安全感的吧 对 其实安全感是体感的 隔音越好的车你越有安全感 因为你会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你就觉得很可怕 我觉得它蛮稳的 对它是非常稳 那你会觉得说它的路感 就是你会知道你的轮胎现在在哪里 在哪个角度哪个方向 知道 感受得出来 对不对 我刚会以为你看到那个车来 你会有点紧张 所以我看你还好 所以是真的有上路在开 有在上路 可是就还是会有点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那种 大家都塞车的 然后要塞 要切 要切 对那我就不太 不会啊 切你就发光灯打了 总有好心人会让你 蛤 可是如果在那边一直 你要不过去 一直不让我 然后我又过不去 我就会很害怕 这种情形很容易发生在雪碎 要上宜蘭的那边 人家觉得你是不是要差 对 对 ok了呀 越来越顺啊 速度越来越快 没有我想象中的很难 你以为它方方正正看起来 好像会很Hardcore 不可能 没 大家都说这个很大台 然后我想说那大台是 大到什么程度 对 现在拍结尾是不是 我以为结尾应该是 在店里面签约的 下一集 今天很开心 蓝芳来体验一下 要不要说一下 分享一下 你也看过了 你也做过了 然後你也開過體驗過了 那你現在對這台車有什麼樣的感想 就蠻喜歡它的 完蛋了 我現在只想要知道它那個頭 它那個眼睛一副談戀愛的樣子 它那個頭可不可以拔起來 你真的是內行耶 不是我在講的 但是它好像拔不起來 它為什麼不給人家拔 因為它有些以前我記得它是做電動的 對它做電動的它都不給你拔起來 那這個也是電動的囉 這個不是 它冰是從以前坐車他們就不喜歡給人家拔頭 我跟你講 藍照這個真偏看起來 就算不能拔起來 我也想辦法把它拔起來 因為如果它那個頭可以拔起來的話 它如果不能拔起來 我自己個人想辦法幫你拔起來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然後它又可以往下倒 那就很OK啦 其實這個對一台將近200萬的車來講 是最小的問題 頭整能不能拔起來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真的 我拿胡蘭達來鋸我都把它鋸掉 好啦今天非常謝謝藍包 謝謝下次 謝謝 希望下次有機會 可以再邀請你來體驗不一樣的車子 我以為你要邀請我來簽約 邀請你來 這下一集啊 那一定是下一集好不好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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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OG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Fix 對 Fix 對 對 Fix Fix 好